3月11日 世界上最后一个铁肺人保罗亚历山大 在美国德州去世 享年78岁 1952年 美国爆发小儿麻痹症 造成了3145人死亡 21269人瘫痪 当时6岁的保罗也不幸患病 造成颈部以下瘫痪 只能放在行丝铁桶 被称为铁肺的医疗器材中维持生命 这个铁桶内部是完全密封的 有气泵可以进行抽气 排气 来调节桶内的气压 以此达到辅助保罗吸气 呼气的作用 在那个医疗手段还不足以治疗小儿麻痹症的年代 铁肺是唯一可以帮助患者维持生命的仪器 多年来 保罗在铁肺中自学 读完了高中大学课程 拿到大学法律学位 还成为一名出版作家 2023年3月 保罗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 在铁肺中生活时间最长的人